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自于散户的进场 那么我们中文投资网 也有一块业务 就是投资者关系 就是我们的一些客户 通过我们这个平台 介绍他们的公司 那么我们也有专门的研究部门 进行详细的研究 希望我们推荐的这些股票 能够为投资人赚钱 举个例子 就是最近我们的诺华家具 无论大家在拘近华尔街 还在美洲华尔街 都看过相当多的一些访谈 视频 那么这个股票 在过去的两个月当中 从两块钱最高涨到 周二收盘价 是3块5毛8 涨幅高达92%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 第二张图 第二张图就显示出 如果你在二月份 按照我们推荐的这个客户的股票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5000块的投资 你可能已经净赚了4500块钱 而以10万的投资 你可能净赚了净利润 达到了9万5000之多 所以利润是非常可观的 那么很多朋友问我们 就是说中文投资网持有这个 STVS的股票 10万块 10万股 会不会在此间抛掉 来盈利 我们呢 暂时没有这个计划 还有一段的时间 我们希望能够到6块钱 他们转版以后 那么今天呢 我要跟大家 很多朋友呢 说这个机会这么好 我们都已经错过了 我当初很犹豫 或者很观望 或者说没有进场 那么现在有没有机会呢 我今天呢 想非常高兴的 提醒大家我们近期呢 有签了一个新的客户 即将进行 为他进行新的公关 进行新的宣传 那么这一支股票呢 在周二的时候呢 已经上涨了42% 成交量达到82万 那么我们对这家公司呢 非常具有期待 因为它所处的行业 是属于电影娱乐行业 那么大家都知道 其实电影娱乐行业 在近期呢 非常的火 也许在我们北美地区 可能感觉看电影没怎么样 但是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就是近期的中国电影娱乐业 很多 比如说泰拯 它的票房收入 达到11亿人民币之多 所以中国现在电影业呢 进入了一个非常大的 非常大的一个 很火的一个牛市当中 大家看一些短片 有市场人士测算 泰拯的制作方跟运线按43比57比例分账 除去5%的电影基金 光线传媒能拿到的净利准为38%左右 若按12亿的最终票房推算 光线能获得的分账收入为4.56亿 再加上网络版权收入和未来的海外市场收入 光线最终的合计收益预测会在4.7亿到4.8亿之间 值得注意的是 在票房节节攀升的同时 光线的股价也一路看涨 自12月4日19.28元低点以来 股价涨幅超过了80% 光线传媒今日早盘极度冲高超过6% 截止收盘 光线传媒报收35.25元 上涨0.74% 欢迎回来 那么我们今天就说周二签的这个合约 这个客户呢 是在电影娱乐业方面 那么他们的股价呢 我们认为短期会有1500%的涨幅 很多朋友说什么1500 为什么有这样的 因为它是从这个位置跌下来 而因为北美地区很多投资人 对于中国的娱乐业 或者电影娱乐业不是很熟悉 但是我们可以看两张图 我们看这一张光纤传媒的股价 这是在中国A股的一个电影娱乐的制作公司 股价持续的上扬 再看一张图这是中国大家耳熟能详的华裔兄弟股价 也是出现一个非常好的上涨 那么今天呢大家如何行动 如何我们获得我们这个广告客户的电话股票代号 那么希望大家拨打这个电话 1800-958-8561 1800-958-8561 一定不要错过 你看完这个节目就会打电话 因为我们这个赚钱的机会呢 是非常非常实在的 因为我们做了详细的研究 认为现在这个股价呢被严重低估 因为这个信息的落差 使得这个股价呢错过了这个机会 而且我们做了详细的研究 跟踪了这个公司长达一年之多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唯一 或者说非常低价 或者非常具有潜力上涨 百分之1500潜力的一个公司 欢迎大家1800-958-8561 来拨打这个电话 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因为很快这个 我们就要推出这个公司 做一个公关宣传 好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 明天再见